卷手语像个成熟大哥 他总是会带着八个小鬼头 一起在星期天晚上 闹腾你的睡前童话 手拿放大镜 头戴侦探帽 仔细研究每件事情 将真相只有一个 带到你面前 让你恍然大悟 你看 有个男孩 戴着眼镜 将计算机 放在千禧腿上 戴着眼镜 认真记录下 每周千禧的大小事 那肯定 就是一周闻了吧 躲在千禧背后 手拿着玫瑰花的 吊带裤男孩 千姿 常把女孩们 勾引得心脏 扑通扑通跳 怎样都停不下来 回忆 伴女重温 每个你和她 都不想错过的细节 坐在地上 歪头 陷入思考 想出一件件 让人惊叹创意 调皮的 拿着千禧的照片 肆意玩闹 让人想捏着 和和的脸蛋 告诉她 别再恶作剧了 画千 一边偷瞄着千禧 一边赶紧 在画布上 留下每个 等心瞬间 双胞胎 一较高下 互不服输 天天都在比拼 谁比谁 更胜一筹 让你几夜走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哇啦啦啦啦啦 我的宝贝 整个时候 有何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几夜很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笑脸 让你喜欢 整个明天 哇啦啦啦啦 是的 千禧周刊 已经两岁了 哇哦 这两年你 感谢每一位周刊儿 在这里献出过的时间 和心理 因为有你们 我们才能陪一样千禧 走过了两年的光阴 因为有一样千禧 我们才能相知相遇 相识相聚 每周日晚 为大家如约送上 虽然偶尔迟到 但是 绝不失约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几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哇啦啦啦啦啦 我的宝贝 整个时候有个人陪 整个时候有个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几夜很好眠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小鬼 逗逗你的笑脸 让你喜欢整个明天 哇啦啦啦啦啦 我的宝贝 整个时候有个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我的宝贝 哇啦啦啦啦 我的宝贝 哭的是有人把你想念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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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散场 不知不觉 近一两年 周刊拿到千玺凸签的时候 我曾经简短的感慨过 而今得知 最开始一起创办周刊的人 已经只剩我一个的消息在回首 又是另外一番心情 其实感觉第一期还在昨天 六个人 九批 其实看起来是有些忙不过来的 从最开始的时候 每一批的板头 都能看到重复的名字 到现在 甚至每一个工种的各位 都不定时的能轮休一下 周刊这一路走得顺利 又跌跌撞撞 我其实不算是非常能坚持的人 转眼居然也是唯一的创刊员了 倒是感慨 最开始受邀进周刊的想法 是除了在电脑的折头 为签席 投票 打榜 加油 呐喊之外 进周刊写点什么 大概是我这个什么技能都没有的人 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我现在问自己 当时一个人写极批的文案辛苦吗 其实还是有点累的 那时候还找了实习 每天加班到八九点钟才回到家 还要写这样那样的文案 还要写这样那样的文案 但是甘之如頤啊 庆幸当时热情满满的自己 即使写几批的文案 也努力给出不同的风格 庆幸周刊走过两年 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 我还在 还记得第一期发刊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在群里一直在担心 纠结 还有哪里没有做好 大家会不会不喜欢 索性 彼时大家都宽容 周刊也就得以一直这么走了下来 那时候的主编还在国外 群里的大家跨越了时差 一起纠结板块的名字 一起讨论文案 一起深夜时间评论 一起努力的想要把周刊做得更好 看着群人数从六个人到现在66个 从一个人要写几批内容 到现在不定期还能轮休 老人家的内心表示很是安慰 我唯一想不通的事情 大概是自己的文风 怎么就从文艺书情拐了一个大弯 一路在逗逼崩坏的路上回不了头的 曾经郡首语里那个十里千岁的然然 变成了现在的燃主播 这两年 我到底在周刊经历了一些什么 Memory of Jackson 关于异阳千玺的记忆 第一期的郡首语 我说 我们的小太阳 我们的一阳千玺 我们想爱你很多很多年 第二年的周年 我想说 只要记忆还在继续 只要爱还在前行 我们不散场 燃燃 我也会越来越来越幸福 到了四点钟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你来到的时候 会看到我多么快乐 但是假如你想来就来 我永远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准备去迎接你 我们该有一个模式 于是 这一阳千玺的搜紧的搜紧 周刊小狐狸 尋着千玺小王子的气息 采摘花朵 收落果实 心里满当当的 想着 小王子也许会喜欢 这每周一次的相聚 宴会开幕 九图铺陈 此刻 角色互换 我们是周刊小王子 读者是小狐狸 如果你们愿意助足阅读 我们之间 就会互相驯服 有没有幻想过 读者中有你呢 当然是有的 但是 万一没有呢 没有也没关系 这世界上 不仅有我们这群小狐狸 还有许许多多 同样爱着你的小狐狸 一只小狐狸的爱 也许微不足道 但如果能够 传播开去 汇集起来 这么多 这么多的爱 也许就能够被你感受到了 能够成为这许许多多的 小狐狸的习惯等待 成为大家的睡前读物 千玺周刊是幸福的 希望能将这本每周日都会出版的读物 细水长流的延续下去 千玺周刊 两周年生日快乐 一样千玺 每天都要快乐 我是主编 秋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